是滑脉 潘思耀 你胡说些什么 你诊清楚了吗 尺中之脉暗之不绝 只是娘娘身体虚弱 喜脉不显 又伴有心惧自憾之者 恭喜皇后娘娘 贺喜皇后娘娘 明明是疾病 竟能传出喜脉 太医院 到底是养了一群 什么样的庸才 儿臣今日来是要告诉父皇 我两次出宫 是为了寻找皇爷爷 想要的一方墨 并非是为了拉拢 各地的臣子们 反对父皇迁都 请父皇不要再派 锦衣卫跟着儿臣了 您这样防备着儿臣 儿臣不习惯 也不乐意 真让锦衣卫跟着你 不是看着你 是在保护你 朱瞻基 你现在竟然敢跟你爹 这样讲话 啊 忠言逆而立于行 父皇不爱听 儿臣也无可奈何 下次若再见到锦衣卫 可就不会顾及 父皇的颜面了 请皇上三思而后行 儿臣告退 整整七日 皇后娘娘拒绝服用安泰的药膳 每日只是使用一些青粥 病情毫无起色 皇后娘娘怀的是龙寺 你刚才的话要是传扬出去 小心跟那圣太医一样挨板子 明明不是玉玺 和公上下都说是玉玺 明明就是重病 满怨太医 无一人敢开药方 这是怎样的事的 你赶紧去给皇太子殿下送膳 我敢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来这个书斋了 职责所在 不敢推脱 这么恨我 怎么不干脆在里面下点披霜呢 银针可验 怎有验不出来的吧 不敢让全族陪我赴死 哼 你可真诚实 速去禀报 我要见皇上 是 是 深更半夜 来药房买药啊 不 是窃药 窃医药局里没有的药 我 就 想要 下